县府在106年设置了国道科运五节后车亭 来方便五节还有罗东地区通勤民众就近搭车北上 由于考量到贡城停车场的位置 也避免游客行走在危险的道路上 县府特别将后车亭北移200公尺 并设置人行道来提供更安全更便利的后车空间 以及人行空间 并在明天开始要启用了 县长林志妙今天也专程前往视察 县政府在106年设置了国道科运五节后车亭 以方便五节以罗东地区通勤民众就近搭车北上 但后车亭距离贡城停车场较远 民众转程需要步行一段距离相当不便 而且要行走在路旁险向还生 为此县府投入了400万元 将五节后车亭向北迁移越200公尺到贡城停车场旁 减少城城民众步行距离 让民众停车之后就可以来搭乘客运 共城已经是我们的趋势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着大家安全 仍然县政府我们的交通处 我们的处长带领着这些团队 交通处的团队 然后把这个共城的地方能够到了这个 本来要走200公尺 现在这个地方这样让大家很方便 路车后不用再走200公尺 人车真道非常的危险 我想这个是很多人的期待 所以我们对云南县政府县长 林县长这样子的有一个体力 体序所有的乘客的一个需要 做这样的工程制的一个搭配 我们就在这里表示感谢 另外县政府也新增设人行步道 让下车或要搭车的旅客行走更为安全 但是如果要下车的时候 就是说因为这个下车的地方 你交流到很近 所以下车的地方没有办法 就像这一边要上车的地方这样方便 但是我们会尽量再来想办法 而且对于我们的共城 这个可以说非常方便 有了这么样的一个规划的一个交通的 一个步道的路廊希望你不要再越过 没有这个斑马线的地方 不要再越过这样子的话 避免你自己的发生一些意外 跟交通的事故 国道客运五节共乘候车亭的空间改善完成 明天启用让搭车旅客更为安全又便利 宜蘭新闻记者时事明采访报导 好